作词曲 李宗盛 OK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使徒信经 来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华文聚会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银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让今天下午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 把荣耀归给我们生的 Amen 各位一起唱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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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只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神 一无中学永留 用我的主你在这里 你是起初 你是起初的魔狗 现在敬在勇在地处 尊心敬拜你大声欢呼 高养被高屈 用一地日头 光照耀 往后赞叹你的柔美 神经共一处 明亮清醒 现在 今在 永在的菌王 哈利路亚 你是永在的菌王 让我们从头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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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全力有光明自由 全力有光明自由 经开神 天白神 平不愁 愁 谁有流 我的真意在这里 也是起初 我是起初的魔狗 喜在尽在仰在勇在地处 全身见白你大声欢呼 高养被遥去 我们的日头 无望着想 望过参谈你的容眉 身杰共一处 明亮真心 谁在 尽在 永在的绝望 你是起初 你是起初的 魔狗语 谁在 尽在 永在一处 谁在 尽在 永在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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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让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都向他倾诉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店中献上敬拜 听尽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难的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店中献上敬拜 听尽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暗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 自我力量 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店中 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 为你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店中献上敬拜 静静在祢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祢 我属于祢 祢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点中 先上敬拜 静静在祢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祢的同在里 能不能 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点中 先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祢的同在里 能不能 能不能 尽我力量 能不能 尽我 能不能 不想去 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点中 你 相上敬拜 你是我的盼望 让我留在你的存在 让我留在你的存在 因为你是我的荣耀 我的意志者 我的盼望 是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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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花一点时间 一生沟通 把你要说的话跟神倾诉 让我们真实来到神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线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人也在你天中 线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人也在你天中 线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如同歌词里所说 我们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在你的店中赞扬你的荣美 主要你是我们的生命 主要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店中与你同在的时候 告诉我们你是谁 主要引导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走我们人生路的时候 主要你能够调整我们的方向 回归到你起初要我们活的样式 主要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 和话语都交在你的手中 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主要是我们的祝福 好人啊 请坐 再一次呢 今天是大年初五 初五嘛 所以再一次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很高兴在新年期间 可以看到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好不好 你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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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新年快乐 我最近在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 对不对 那我在想 人跟人是怎么能够有办法建立关系 有办法沟通 是因为同样一个有位格 好像神这样子能够跟人沟通的 好像人这样子能够跟人沟通的神 在我们中间 就像我跟Jan 本来我们是不认识的 但是呢 因为中间有一个圣灵 祂是有位格的 祂让我们两个连结在一起 使我们可以同样的 使我们可以有办法彼此沟通 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当中 一起来敬拜祂 所以是何等的宝贵圣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人跟人之间 可以再一次彼此靠近 而不是有隔阂的 有距离的 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 好不好 我们请新朋友们起立 好不好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 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聚会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来请坐 希望大家有机会 等一下聚完会之后 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 感谢神 那今天呢 没有其他特别的报告 就是同样的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慷慨来奉献 那我们的奉献箱在后面 那如果是在网络上观看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这里投影片 所指示的方式来奉献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 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会进到 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 也就是第十六章 陈部书跟我们分享神话语 那这之前呢 田佑会跟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翻开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我们今天要读一到十四节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吩咐 加拉太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即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推荐谁 我就打发他们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若我也该去 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我要从马其敦经过 既经过了 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 或者也过冬 无论我往哪里去 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主若许我 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 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我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叫他们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因为他劳力所做主的功 像我一样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 至于兄弟亚波罗 我在三里劝他 同弟兄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你们勿要请醒 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阿们 谢谢天佑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 哥林多前书 第十六章 也感谢主 我们只有这几个星期 这样子一路走来 就到最后一章了 那哥林多前书 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是讲到复活 保罗说 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他复活了 所以为什么他要结束的时候 他会进入到第十六章 而且他在十六章所讲的东西 我觉得是从 第十五章的一个背景 就是你知道了有复活 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 是说什么呢 他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你怎么能兼顾 是因为你知道有复活 他说不可摇动 因为你知道有复活 然后呢 常常接力做主的功 保罗 等一下我们会看 他在做主的功的时候 是常常受到逼迫 还有常常冒危险 冒生命的危险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鼓励 哥林多教会这样子做 是因为他有这个确据 有复活这件事情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才会说 你竭力做主的功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是不突然的 所以他就进入到第十六章 第一件事情 他就告诉他们说 我要你们收奉献 所以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 没有去想 为什么突然间 我从一个复活 突然间跳到收奉献 这个怎么连接 那我就 眼睛比较亮的时候 打开了 才慢慢知道 哦 原来 复活这件事情 也是 上个星期我告诉你们 就是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约 对吗 这个新的约跟旧约 有一个小部分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旧约是神跟以色列立的 新约是神 透过耶稣基督 跟犹太人 跟外邦人立的 所以现在呢 保罗在写这封书信 是对什么 外邦人 因为 格林多是 希腊的一个地方 他跟这个教会说什么呢 我们来筹款 给那个 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些受逼迫的信徒 你就看到了 叫外邦人 就是 格林多教会的人 给什么 把拿钱给犹太人 他要 这个 这个福音 让 犹太人跟外邦人 可以成为一体 就是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样子 就能够把15章 跟16章 连接在一起 而且呢 16章是他 最后 就是写这封信 的结束 他要讲的话 第二件事情 你会发现 他要讲的东西是 格林多 整 整卷书 他都一直在跟 格林多说 你们 中间 有纷争 你们中间 有一些 就是 嫉妒 你们 滥用 属灵恩赐 他就借用 最后一章了 来告诉 格林多教会 什么是 好榜样的基督徒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觉得 保罗这个人 是不是很聪明 他结束的时候呢 他用最后一章 来把他 之前在 格林多 这卷书里面 所讲的东西 就是 整合在一起 他的整合 是用 不是在用 教义了 他不是在 做一种教导 他是用 个别的人 来成为 格林多教会的 榜样 他说 这些人 你要敬重他们 这些人 你效法他们 你懂我的意思 如果说 我们的教会 因为我们的教会 是2020年 1月开始的 对吗 那如果说 我们10年后 10年后 如果 我就假设 假设 我不在新加坡 我在国外 我就写 封信给你们 说 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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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效法他 你需要一点时间 你需要一点时间 什么呢 在竭力 做主的功 的时候 你才可以 显明 哪一些基督徒 是真正 在做主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 第16章 就给我们看到 他就提到 提摩泰 他也提到 这个司提法 这些不同的人 等一下我们会看 那就做一个 最后一个结束 最后的一个问安 OK 这个问安呢 他就讲 主耶稣基督 要再来 他已经来了 他也要再来 所以在做节力 做主工的时候 主的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心里面一种确据 我在主里 做的工作 是不突然的 是因为 主已经来了 他已经得胜了 他还要再来 他的奖赏 在他的手上 要给那 烦爱他的人 他要赐 这个赏赐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第16章 我们等一下要看 OK 我们就进入到 第一个部分 第一到第四节 刚才天六帮我们念了 我就做一个 大概一个解释 其实保罗的意思 很简单 他说你每逢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 为什么他要讲 七日的第一日 这个跟复活有关系 犹太人原来 他们聚会的时候 是安息日 是我们的星期六 但是呢 当耶稣基督复活过后呢 教会或者基督教的 信徒聚会都是 礼拜天 因为礼拜天 就是第三天过后 耶稣从事里复 所以他说 第七日的第一日 变成什么 很有趣哦 七日的第一日 叫做礼拜天 第一 为什么第一 因为是个新的 一个星期 一个新约 一个新的创造 这是我上个星期 跟你们讲的 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过后呢 一切都 旧的已过去 一切都变新的了 当然我们现在 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顾虑啦 因为在教会 现在有礼拜六的聚会 礼拜天的聚会 但是我们每逢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要告诉我们自己 不是这个星期的结束 不是这个星期的结束 我们很累的来到教会 而是我们第一天来到教会 是把自己献给神 然后叫神赐恩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六天 我们可以怎么去荣耀祂 服侍祂 愿祂的国降临 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这是我们第一日的一个聚会 所以他说 第一日你们聚会 你个人要照自己的 神所给你们的 你留出来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 我还有一段时间 我才到你们的当中 我不要呢 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筹款 你每一个星期现在 你就可以挪出一点 挪出一点 放在 就是放在一个教会的 一个会友 或者教会那里呢 存起来 到我来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 所以要给你看这个图 这个圖画 这个图画 就是我特意把 哥林多跟以弗所 放成是青色的 还有耶路撒冷 放成是青色 因为这是跟 这一封信有关系 圣经学者呢 还有等一下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保罗写哥林多 这卷书的时候 他在以弗所 哥林多教会 你可以看是一个 隔一个 可以说隔一个岸吗 海峡 隔一个海峡 所以意思就是 他说他要往 这个亚盖亚 马其顿 他要往 马其顿 这样往下到 哥林多 从哥林多 他可能 要到 耶路撒冷 OK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 保罗也会说 他叫 加拉太教会 怎么筹款 哥林多教会 你们也同样筹款 我给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图画 是因为 我要你看 他的服饰 保罗的服饰 在希腊的这个地区 还有亚西亚 这个地区 的每一个教会 他都要他们筹款 为了耶路撒冷 受苦的信徒 这个叫做 竭力做主的功 弟兄姐妹 竭力做主的功 以前 可能你的脑海 你的思想是 我做一个招待 我就是在竭力做主的功 或者我可能 在小组谈其他 我在竭力做主的功 但是你看 保罗的那种 他的眼界 是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连结在一起 外邦人 跟耶路撒冷的信徒 放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 如果说神愿意的话 COVID结束过后 我们的教会 也应该在宣教这方面 可以做 竭力做主的功 而且我们可能在教会 也可以筹款 如果说我们知道 哪一个教会的信徒 在哪里受苦 我们可以一起募款 然后捐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我们跟他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是 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 是一个国度 Amen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要给你们知道的 第二个呢 我有出经文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保罗之前告诉 哥林多教会说 其实在主的身体呢 一人受苦 全部人就受苦 一人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这种概念 我们要常常记在脑海里面 教会不是我 It's not about me 教会是一个身体 而且不是我们的教会而已 是 大家都是属于神的国度 最近呢 我在学校呢 有听我的讲 我的那个老师 他有说 在这个COVID期间 在这个COVID期间 有些教会呢 有增长 有些教会呢 人数掉了 然后 有些牧师在这些 人数滑落的教会 在开会的时候说 那个教会抢羊 然后呢 我的老师就说 我们祷告主导文的时候 他的主导文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谁的名为圣 你的名为圣 不是我的教会 或者这个牧师的名为圣 对吗 然后最后是说 愿谁的国降临 对不对 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谁的 全是你的 父的 所以 如果一个信徒 从这个教会 到另外一个教会 为什么这个牧师 需要说抢羊呢 他的羊 还在神的国里面 是不是 Amen 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划线 你来了 你在我们的教会 如果你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 那你就做一个决定吧 你要在这里 还是要在那边 我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划线 我不划线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的想像是这样 我的思维是这样子 如果神把你带到教会 让你有机会 跟我们一起聚会 听神的话 到一个地步 你觉得神呼召你 到另外一个地方服侍 我祝福你 因为我们还是在神的国里面 我就不担心说 这个教会的人数 有没有一直增长 还是一直滑落 我不会去在乎太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冷淡退后了 那当然我要去服侍他 因为他就像那个好牧人说 他要留下那个九十九只羊 去找那只迷失的羊 对吗 Amen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 对神的话语 还有对教会的认识 好 那我们看第二点呢 就是保罗和他 其他同工的 形成的计划 我主要要跟你讲的 这第二点呢 是要告诉你 在最后的一章 第十六章 保罗就提到七个名字了 结束他讲 当然他第一个 就是他自己 保罗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他有讲提摩泰等等 我们就来看第五节 他说他要从马其顿经过 他就要往哥林多教会 然后他说第八节 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 圣经学者也认为 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他是在以弗所 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对不对 他说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所以在这里呢 第九节我要多讲一下 如果我们要知道 他在以弗所的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是说什么 还有呢 他的这个反对他的人 或者事件是什么 我们就要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那我就当然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去读了嘛 对不起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 就看到十八章是保罗在哥林多 然后呢 从哥林多 他就带了亚基拉跟百基拉 到以弗所 在以弗所那里呢 就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几处经文我们来看 第一呢 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第十节 有吗 对 这样有两年之久呢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这第十九章 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 他在那里教导多少年 两年之久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 又宽大的这个门 又宽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在这两年又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 另外一节说 神就借保罗的手 行了一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呢 他用他的手巾啊 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所以大有功效的能力 看到了吗 然后呢 十六行传第十九章的第二十节 这样子说 主得到大大的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都发生在什么 以弗所 但是我们来看 敌对他的事情 OK 敌对他的事情 在第九节 第九节 也是十九章 我还在十九章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 不幸 在众人面前 诽谤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 推拉 推拉奴的学房 天天辩论 所以他在这个学房 交了两年 有信的人 也有什么 不信的人 还有呢 另外一件事情 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第二十三节 跟二十四节 这里说 那时因为这道起了 老乱不少 有一个 营匠名叫 迪米丢 在制造 亚迪米神 营坎的 对吗 他使这样 手艺人生意发达 所以这个 这个世界呢 是 保罗在 以弗所的那种 他的福音 的兴旺 到一个地步呢 这些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有这个 这个神明 应该叫做 总是 他的名叫 Diana 就是那个时候 是希腊的一种 一个 偶像 那当然呢 你如果有去过 以色列的话 你也会发现 有很多这样子的店 他们就是专门 卖这些 这个偶像的东西 这个人 迪米丢 就是做这样子的生意 然后呢 如果太多的人呢 已经不信 这个Diana了 对不对 那他的生意 就受影响了 是不是 所以他们 才会敌对 保罗 所以保罗呢 在哥林多教会呢 他讲了一句话 在第十五章 你 可以一股 第十五章的 第三十二节 对 他说 我若当日向寻常人 在以福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所以他叫 他说 他在以福所的时候 他是跟一个同野兽战斗 你如果呢 不知道 使徒行传 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真的以为 他跟一个狮子战斗 不是的 他的意思是 他传这个福音的时候 有抵挡他的人 而且他的性命 是冒危险 他为什么要讲第十五章呢 因为这十五章 是讲到复活 他说 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 那我何必 这样卖命地 传这个福音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OK 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 保罗是这样子的话 那竭力做主的功 那竭力做主的功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患难中 我们要继续兴旺 这个福音 竭力做主的功 刚才我说了 第一就是 筹款帮助有需要的信徒 对吗 第二就是 在患难中 保罗继续地传这个福音 竭力 兼顾你自己 竭力做主的功 好 那我们再看迪摩泰 我不是告诉你 他有讲到很多他的同工吗 我们来看第十节 他说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 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说 提摩泰是一个劳力做主公的一个信徒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像我一样 你就知道了 保罗在写给谁 哥林多教会 他说 我要派提摩泰到你们那里去 圣经学者呢 相信提摩泰是要把这封书信 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 带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位 提摩泰 所以他就说 提摩泰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你们不要让他惧怕 你觉得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提摩泰会惧怕 因为这封信写的内容是什么 有一点在骂哥林多教会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提摩泰 你敢把这封信带到这个教会吗 你敢在众教会面前读这封信吗 但是呢 保罗说这个提摩泰 他是爱主的一个信徒 而且他在 保罗说 他要在你们的中间 告诉你们 在基督的信仰的榜样是什么 所以保罗说 当他来读这封信的时候 把这封信带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你们不要让他惧怕 第二件事情是 提摩泰这个人本身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一个 一个 一个同工 比较年轻 所以他叫 哥林多教会 不要为难他 OK 所以保罗现在是不是在给 哥林多教会 不同不同的榜样 叫他们效法 你要效法像提摩泰这样子的人 他是一个竭力做主公的人 像我一样 然后呢第十二节 我们来看 他就讲到亚波罗了 至于弟兄亚波罗 我在三地劝他 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有读哥林多前书 你就知道 在哥林多教会呢 他有没有 属保罗的粉丝 属亚波罗的粉丝 属基法的粉丝 因为他的教会分争嘛 有分争 所以保罗呢 不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以为他自己拒绝 就是拦阻亚波罗到他们那里去 他不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觉得他跟亚波罗是有 英文叫rivalry 就是有敌对 他说 我在三劝亚波罗到你们那里去 是亚波罗他自己本身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当是时候的时候 他就会到你们那里去 好 然后他就继续讲 第13跟第14节 你们勿要警醒 在针道上 站立得稳 你要做 大丈夫 大丈夫 你知道吗 这个字大丈夫就是 日本人他们的话语 大丈夫 大丈夫 每次我去日本宣教的时候呢 我说 你们好吗 好 大丈夫 他们就会这样 刚强 OK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他的意思是说 我还没到你们当中 亚波罗还没来之前 提摩太也还没来之前 对吗 就是 你们 要什么 要继续的刚强 因为整个 整封信呢 就是他们的妥协 一直在妥协 他说你们要刚强 你们要 站立得稳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有读过吗 之前 他们不是去 庙吗 去吃 寄偶像之物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信心上 是软弱的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 我还没来之前 你们真的要 要什么 要兼顾你们的信心 站立得稳 还有呢 他说了一句话 第十四节 你们所做的东西 都要凭爱心而做 这就是第十二章 十三 十四章 他讲的 他们当中的分争 是在属灵恩赐上 我觉得我有恩赐 你没有恩赐 我不需要你 或者呢 我觉得我的恩赐 没有比你的恩赐好 我自己拒绝自己 保罗说 手不能跟脚说 我不需要你 眼睛不能跟耳朵说 我不需要你 对吗 他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体 所以说你在 做的每一件事情 要凭爱心而做 他有两次 在哥林多教会 这样子的用 所做的都要 有两次 第一次不是在这里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 你们在做的每一件事上 都要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第三十一节 我们来看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这是第一次 他用这样子的一种 很 就是跟整个教会 一起说话的 everything you do 都要荣耀神 第二在这里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用爱来做 其实如果我们 今天你听了我讲的 整篇道 不记得任何的事情 只记得这两件事情 也够了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荣耀神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是用爱心来做 可以吗 阿们 教会 信徒 就是要这样子 好了 那他就 他就再提 多两组 两个 就是三个人 他们的榜样 第十五节 弟兄们 你们晓得 实体法一家 是亚盖亚 初节的果子 并且他们 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我劝你们 顺服这样的人 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 保罗他把这些人的名字 提上来 是因为他要 哥林多教会 效法这些人 效法这些人 实体法 实体法呢 他用一个很有趣的 他说 你知道他跟他的家 实体法的家 他们都是 哥林多教会 那个时候 初 初节的果子 初节的果子的意思 就是英文说 first fruits 就是他们这一家的人 是第一 在哥林多保罗去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 一批人信主的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保罗有说过 他有为 实体罚这个人受洗 但是呢 初节的果子 有另外一个意思 你知道吗 保罗说什么呢 我要留在 以福所到 五旬节 来到 五旬节 就是 初手 果子的 节日 庆祝的节日 所以你可以想象 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他在想 我要等到 五旬节 我才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他写这封信 在想到 实体法的时候 他说 他就像一个 初熟的果子 你可以联想 联想 初熟的果子的 那种画面就是 这个农夫 他的第一次的 这个果子 一出来的时候 他去尝 嗯 是甜的 甜的意思就是 我这一批的 这个丰收是甜的 对不对 叫做初熟的果子 所以他说 这个司体法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榜样 所以呢 他如果是 第一批信主的 在哥林多教会 那你们哥林多教会 你们应该像他 是不是 如果他是一个 好的基督徒 那你们是不是 应该像他这样 一个好的基督徒 那你们为什么 现在变成了 这样有纷争 有这个 嫉妒 的事情呢 所以他说 司体法这个人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 专以服侍 圣徒为面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保罗要 哥林多教会呢 常常想 你们要专以服侍 其他的圣徒为面 不要只是想 你自己的事情 可以吗 OK 然后呢 多两个人呢 是叫做 第十七节 斯体法和 斯体法和福图拿都 还有亚盖骨 亚盖骨跟福图拿都 可能是斯体法家里面的会员 可能是他的奴随 他的奴仆 这我们就不懂了 但是呢 保罗说 这样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 他们来到我的当中 我很喜欢 因为你们 带我有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 这样的人 你们勿要尽忠 他们补了 哥林多教会的不足 是在什么方面 就保罗的意思 他在哪里 以服所 对不对 他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他冒生命的危险 传福音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说 那个时候 当他觉得有点孤单的时候 这些从哥林多来到他的当中 安慰了他 你知道有一次呢 我 这是我坐牢出来了 在这个是COVID之前 2020年 真的是2020年 还没有真正停止 去飞来飞去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的妻子 他们大概结婚不到三年了 他的妻子有癌症 就在英国要去世 我突然间就跟我太太说 他一个人在那里 没有一个牧师陪他 我们今天这样子想 今天就买机票 就飞英国 我一到了那个医院 我就跑到他的病床 看到他已经 言言不息了 就是已经要走了 我就跪下来 在他的床边 我就跟他说 我来了 牧师来了 牧师为你祷告 我就用主导文为他祷告 祝福他 他就隔天的早上就走 有时候呢 竭力做主的功 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而已 就是去陪伴一个 有需要的人 我那个时候做什么 也不能做什么 就陪伴他 然后陪伴他的丈夫 弟兄姐妹 这最后一章 是很有趣的 对我来说 保罗是要让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 真正的好基督徒 OK 好了 那我们就做了 他就做这个结束了 你看到了吗 我们就 谈到了 提摩泰 我们看到了 亚波罗 我们看到了 实体法 也看到了 这个 福图拿都 也看到了 亚盖都 然后第十九节 他就讲到 这个亚居拉 还有百居拉 那亚居拉跟百居拉 他们都是 从哥林多教会 陪保罗去 以福所的时候 在以福所呢 保罗就把他们 放在以福所 OK 我们来看这个 使徒行传的这个经文 使徒行传这个经文说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 往利亚去 叙利亚 有一个 missing word 往叙利亚 OK 亚基拉 还有 亚居拉 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愿 OK 这个不重要 第十九节 到了以福所 OK 保罗就把他们 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所以亚基拉 跟白基拉 他们 其实他们 这两个夫妇 很amazing 因为保罗 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们这两个 就是 做这个缝 这个帐篷的 跟保罗 做的事业 是一样的 他们就收留保罗 在哥林多的时候 收留保罗 让保罗 跟他们一起工作 保罗就在哥林多 可以开始教会 服事 当保罗离开 哥林多的时候 这两个夫妇 生意人 就跟他 一起到 以福所 然后保罗 就把他 留在以福所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可能 他们又 开始了一个教会 他们是什么人 不是什么使徒 也不是什么牧师 也不是什么 他们只是生意人 但是他们是 竭力做主公的人 Amen Amazing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说 比如说 小明 他们有负担 要去马来西亚 开始开拓一个教会 然后呢 在教会 有一个夫妇 或者一对夫妇 他们也是生意人 他们说 我们也是马来西亚人 我跟你回去 哇 steady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你一直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 把这个福音兴旺 OK 那我们就看 他就说第十九节 亚西亚的众教会 问你们安 亚居拉和百居拉 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问安 因为多多的问 你们的安 OK 所以这些 这是我的第二点 我做了这些交代 这些信徒 最后呢 保罗就说 他就做一个结尾了 众弟兄们 众弟兄们都问你们安 你们要亲嘴问安 彼此物要圣洁 我保罗亲笔问安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咒可主 主必要来 愿主基督 耶稣基督的恩常 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 与你们众人同在 所以做一个总结 一个结束 我们来看 这个结束呢 我有四个重点 结束的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什么叫做 竭力做主的功 就是第一 我们要以受苦的圣徒 一同分享 第二 在患难中的时候 我们继续什么 兴旺这个福音 像保罗一样 对吗 第三 就是我们要效法 爱主的人 还有跟他们一同服侍 在爱心里一同服侍 因为做主的功 不是我一个人 不是我是superstar 而是我们是一个身体 你看保罗 他不只是他自己superstar 他有提摩泰 他有亚伯罗 他有等等 还有亚基拉 有百居拉 然后呢 第四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基督已经得胜 这是第十五章 他已经复活了 而且他也什么 必要再来 这样子呢 你才会有什么 胆量 你才坚固 你才有力量的 继继续地往前 服侍他 所以这个呢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 哥林多 这卷书 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保罗常常提到 教会是一个身体 他也常常讲到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他已经掌权作王 他也讲复活 他也讲我们要彼此相爱 怎么使用 正确地使用恩赐 来造就教会 然后他也讲到 什么就是 在患难中呢 继续地去服侍 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福音 或者为别人的他人 或者其他基督徒的利益 他们的益处 而去服侍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这样子的去 再次的去回去看 或者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有一个 一个对教会一个比较 更大的 或者更正面的一个认识 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 怎样的教会 好 所以我们做一个 最后的祷告 I just want the musicians to come 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 赐给我们 教会的主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 成为你的身体 主 这一切都是 因着恩 主 我们感谢你 也透过圣灵 在我们的当中 你不断地在造就 建造你的教会 主 我们一个人不能 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 求主继续地 在我们的当中兴起 像保罗 亚波罗 提摩太 亚居拉 百基拉 像斯提法 福图拿都 还有亚盖姑 这样子的信徒 可以成为我们 众人的榜样的信徒 让我们 在我们的当中是 兴旺福音的基督徒 是那种 竭力做主公的基督徒 主 只有你 可以成就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自己再次的交托 仰望 求主建造 建立这个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Amen Amen 现在我需要招待 帮我一下 我们要领受今天的圣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 他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来 他就注谢了 他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喝 吃这饼 喝这杯的时候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闭着眼睛 我们低着头 我们还没有领受 这圣战之前 保罗却告诉我们 要警醒 因为我们在领受的 不只是一个 普通的饼 这个是领受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还要领受他的保血 我们要在新约里面 所以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主我们把我们 旧的放下 求主炼进我们 洁净我们 让我们成为新的一团 属基督的百姓 主赦免我们的罪 新施意念 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主都求你原谅 在新的一年 在这个新的农历年 我们第一次领受这圣餐 也求主 纪念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再一次的 回到 跟你连结 在你的新约里面 做你的百姓 蒙福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 我们一起喝这个杯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为我们留 阿们 好 招待员也可以帮我 就是收起这个杯 谢谢 阿们 再次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聚会 这个是 二月五日了 但是 算是新的一年的 第一个周末 高兴 可以 跟大家一起聚会 我们一起 就站起来 做最后的祷告 好吗 在我们的聚会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用使徒信经 最后呢 我们用主导文 结束 是因为 我相信聚会呢 就是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 对吗 但是当我们离开 这个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要 在这个职场上 做眼做光 我们求 父 什么呢 愿他的国降临 愿他的旨意 行在地上 不同 行在天上 那要怎么做呢 透过他的教会 所以让我们 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 带着神的同在 他的这个负担 进入到社会 去 去祝福 去把他的国 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 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儿 因为国度 权柄 我要 全是你的 直到 永远 阿们 让我为你祷告 最近我们也知道 就是听新闻 也知道 就是疫情 也会越来越 严重 这是 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也 祷告神 眷顾我们 看顾我们 愿神继续 保守我们 生灵 体 都健康 求主 常常 主啊 赐你的平安 也在我们的当中 你一直在我们当中 同在 主赐给我们智慧 在新的一年 在工作 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静静 我们的出跟入 主你都会 保 保佑我 你都会赐给我们 主啊 你的 你的这个 看顾跟保守 所以 愿耶和华赐福你 弟兄姐妹 也愿耶和华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 愿主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出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真的疫情会越来越 就是看那个 病例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你就 就留在家里 或者你有跟一个人 有近距离 或者认识人 你可以做一个 ART test 来教会 但是我也心里面也预备好了 就是随时我们都 都就是 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就随时这么应付就对了 OK 我们保持一种弹性 给上帝祝福你们 下个星期见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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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